好,又回到大激活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現在香港人每天都有大激活 每天都有壞消息 基本上就不知道,完全聽不到什麼叫好消息 這個疫情就不用說了 現在搞到,折磨到要摸位街上吃飯 沒有一口好吃 幸好搞了兩天之後 有些特區政府,從善如流也好 或者真是知道是知需 根本是令全民反感的 就是連日頭,所有食肆都不准堂食 只可以外賣,只可以外賣 香港人要找地方吃東西 結果有些人蹲在地面吃,又有 蹲在廁所旁邊吃,又有 蹲在街上吃,又有 總之,好天就熱到死 下雨就是雨水拌飯 搞到沒口好吃,天無人怨 結果政府就想起屎橋 又說要開放那些康樂中心 社區中心,給別人吃飯 如果你開過那些中心 很多人進去吃飯 那一樣跟在餐廳走去吃飯有什麼分別 本來的作用就是要防疫 早前來說,晚上取消了糖食 當然還有些理由 雖然當時很多人譏諷,說病毒 難道晚上才出來嗎 其實當時是照顧現實的 因為大家知道,香港有三百八十幾萬人 去打工仔 那部分的公務員就說不用上班 或者有些公司可以work from home 大部分人都要上班 上班就要起碼吃午飯的問題就要解決 晚上不准做糖都合理 因為現在都有數據顯示 當你有大型聚會,飲宴 無論是慶祝回歸國慶也好 但是日常都不准做糖食的話 那你固然是,如果沒有少住宿 當然是少一點這個傳染 但是香港人少人多 這樣是不可能的 除非就是全部不用上班 全部不用上班就不行 大陸用獨裁行政措施 好像武漢封了湖北 甚至北京都局部封閉過 那外國的都有限聚令 禁足令都會有 不過就一定有這個財政措施配合 譬如這個美國固然就是 拿了幾萬億出來發放失業金 發放每週會付600元 還有一次個撥款 每人派1200元美金 那加拿大都有 加拿大即使新移民都可以 因為受疫情影響 除了失業那些拿出生育救濟金之外 都可以有一個緊急的補助 每個月是2000元加幣 就可以了 即是4個月 那現在呢 即使是恢復經濟活動 但是因為有些 即是很多企業 在公司生意 沒有請不到那麼多人 有些人的生育都是不足 不過1000元的話 都可以繼續申請 延期到這個8月 而且甚至說可能會緊張 不過就有最新的說法 就是說即使是再延長 就是每一個人最高 都可以最多拿6個月 即是你不在6個月之後再拿 那6個月都不錯 每個月這個2000元加幣 即是12000元 那就折算港幣 即是7萬多元 但是香港呢 自己只是派過一次錢 即是叫做每人10000元 雖然有很多這些 即是補助 即是叫那些機構不要炒人 你可以繼續開工 但是就是 一來就慢 即是在這裏 加拿大來講 你一申請3個月之後 就馬上已經過了數 就自動過了那些股口那裏 即是香港已經慢 叫做第一次的那些 即是疫情的基金 都不知道派過了沒有 那一萬元就 即是 雖然大部分人 大部分的人都拿到的了 但是一萬元是怎樣頂到那麼久呢 所以說如果你真的要那些人停工 除非你好像外國那樣 即是把那些人養給來 那就留在家中 那可能留一段時間 的確可以壓到這個疫情 但是現實環境上 香港就做不到 而且這次也證明了 又是這個特區政府自己的責任 就因為你的所謂隔離政策 就是有這個漏洞 即是你由3個到現在來說 有三十多種人接近 三十萬的人就被豁免 最初很多人不明白 就是多數是罵了大陸的 但是現在證據證實 真真正正 即是來講 譬如今次第三波 由七月五開始 去到近日最嚴重的 連續八天都超過一百人 最新就是去到一百四十八 單日 大部分在地區互相感染 有些不明源頭 所謂不明源頭 現在證實了 中大做了一個研究 將今次患病的人的基因排列 比對一下在外面進來的 主要是兩大類 一個是哈薩克 一個是菲律賓 這些病毒是傳進來的 而今次很明顯也證實了 是變了種的 所以傳染力變了很多 以前是1比2 現在是1比4 至少 所以就是周圍爆 事到如今 你沒辦法 本來你當然是 如果全部不用上班 全部不幫人吃事 當然會減少機會 但現實上是不可行的 唯一就是 第一就是真正是沙門門 無論哪裡都好 都是要嚴格隔離和檢疫 第二就是再隔離 即是再檢測 現在中南山建議 最好是全民檢測 香港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 香港現在就是 比澳門更慢 每天做的檢測都不過一萬 澳門也有萬多 新加坡也有二萬多 說到新加坡 我會說一些奇怪的 為何如果是說疫情 新加坡就嚴重於香港 因為有些 可能是西加蘇我勞工 居住環境很差 結果現在新加坡 每天都還有二百多個 增加最傷的數字是五萬一千多 不過死人很少 即是二十七個 死亡率很低 證明醫療系統都可以 即是符合到 香港 現在已經去到 即是昨天 去到三千一百五十幾 即是五十二 死亡的人 新增到二十五個 死亡率其實是比別人高 以這個人數來計 但是 不知道香港沒有報道是怎樣 還是我們鼓流寡民 聽不到新加坡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限聚令 有沒有禁制藏食 但新加坡絕對沒有出現新聞 那些人要蹲街吃飯 據報應該是沒有的 即是看新聞就完全沒有報道 究竟 即是新加坡的人 是否全部不用開工 還是正常活動 那為何新加坡做到呢 新加坡比香港 人海少於香港 但麥度大家都差不多 那如果新加坡做到 香港做不到 即是香港的官員是廢的 現在雖然是灰獄 但又令到食肆覺得是朝令夕改 那這些都算了 因為始終你說 香港衰又不是獨步香港衰 即是很多地方 就算是最先進的國家 美國都有獲譜 即是現在美國最新的數字 已經去到超過四百五十萬 死人超過十五萬 一樣是按不住 即是有了錢 所以這樣衰 都不只是香港衰 但是說真的 是可以做得好些 亞太區大部分的國家都會做得好些 唯獨香港可以搞到這麼折套 好了,除了這件事之外 政治上又是出現問題 本來早前已經傳出 即是放風 就會將這個立法選舉押後一年 我相信都會做的 因為最先講 就是這個何君堯 有人當他放風 接著這個林三木 就說不知是發神經 又跟著在自己專欄上寫 到這個 曾鈺成又說 就知道他恥塵塵 終於到這個共媒01 獨家報導 然後電子傳媒 無線都報導 即是說這個情況很大機會出現 當你以為既然都是要押後 可能 初期我都估計 以為是被DQ 免得美國或其他有藉口 即是來動你 因為現在講押後 對了,現在最新 連特朗普自己都說要押後 他的理由其實都跟疫情有關 因為疫情可能 免得排隊選舉 增加感染 就要用郵寄投票 郵寄投票 就是容易舞弊 就準備押後 雖然美國制度不同 據知其實要國會通過才行 不過問題是 作為總統 他有行政命令 就可以bypass 到時你可能會複核 拖輪 但已經押後了 因為如果美國自己都押後了 那可能沒有藉口 就可以批評香港 當然香港押後一年之後 就牽涉很多問題 包括就是因為 很明顯是維吻基本法 因為基本會講明 譬如任期的問題 大家記得當年董建華 腳踏下台之後 曾任權的任期 究竟是剩下兩年 還是五年 都押了大餐 多少人大釋法 現在又是 因為基本會寫明 立法會議員是做四年 除了回歸第一年的臨立會 之外 做了一年之外 再介入四年 現在來講 有兩個問題解決 如果真的押後一年 然後未來這一年 那怎樣呢 是不是原有的議員做多一年呢 沒有這個法例規定 雖然曾奧成說 可以引用立法會的條例11條 這個特首要有權 要求立法會主席 召喚緊急的立法會會議 去通過一些必須通過的議案 例如如預算案這樣 由原有的議員出任,但還有沒有糧出呢? 又不清楚,是吧? 如果是押了一年,接著新一屆 究竟是四年還是三年呢? 所有問題到最後呢? 結果可能都是要人大釋法,就是找來搞 但誰知話好未完,是今日最新新聞 因為這個報名期到今天星期才完 但在二報名中,這個選舉主任已經發出了 有十二人被DQ 除非出乎意料之外,公民黨差不多全軍覆沒 四人被DQ,楊岳橋、鄧榮鏗、郭家麒、鄭達鴻 只有一個機師被DQ 其他有的就是工人組裡面有梁繼昌 其他差直選裡面,黃之鋒就不用說了 DQ 機會現在是最高 袁家衛也是這個 這個宗志的,即是宗志解散了 即是影子來的,即是羅冠宗影子來的 即是何桂嵐、劉詠康、梁炳雄、 岑奧暮揮這些所謂本島派或素人 還有一些疑血功名的鄭錦門 反而鄭松泰就暫時沒事了 民主黨一直都還沒有 不過先不要太高興 很可能就是第二批都會公佈 如果這樣搞法,差不多大部分的所謂反對派 無論你是傳統的泛民也好 或者是那些素人 或者是雖然每個人都洗了底 說自己不是港獨,不是什麼什麼 但他真的喜歡DQ 就可以全部DQ 所以現在的選舉其實都已經沒有意義 雖然來說,例如說法律界 這個救援坑被DQ了,高龍組別 現在說大律師工會 Philip Dice就會出來選 當然如果真的參選 我猛所歸,贏的機會很高 他又不是政黨 也沒理由DQ 因為過去沒有任何言論 足以被DQ 但其實都沒有意義 跟著選舉,選了什麼人進去 很明顯反映中共 其實已經是不理外面怎樣 即是你不想攬炒 或是希望外面制裁 他已經預算你制裁了 現在暫時來說的制裁 都未去到最嚴重 大不了都是 例如取消了香港的特殊地位 很多國家的五眼聯盟 全部和香港暫停了逃犯的互換協議 可能會收緊的簽證 但也沒有點名的制裁 除了現在的新聞說 陳指思被取消銀行戶口 可能是個別銀行的 所以基於敏感就多過收了命令去做 所以暫時來說 即使是做了一些 包括DQ 包括取消了林鄭月娥 兩個兒子的護照 實際上香港都不會改變 只不過令到香港的人 可能會比較好 但實際上 現在中共已經操控了 他不惜一切都不理 我收到封說 中共甚至 跟美國反面 或者跟西方國家冷戰 就預算了 閉關二十年 所謂閉關當然不是以前的閉關 世界可能變成兩個 他不只是跟中國繼續往來的國家 包括伊朗 最近簽訂了幾千億的協議 包括買石油 在未來的二十年 互換的 因為伊朗就是給美國感濟 所以他已經做了這樣的打算 所以短期內 也看不到有什麼改變 無論疫情 現在疫情也令到 即使你想走 都不是馬上走到 雖然英國已經放寬了移民的資格 陸續有可能是澳洲、加拿大 甚至可能美國 很多人都會 但如果這個疫情繼續惡化 很多人都預料 現在夏天本來正常來說 應該會沒那麼厲害 但是一到秋冬 應該全部第二波 即使現在就算有人 收留香港人 但你想走 除非你本身都已經 譬如加拿大這樣 現在 除非你本身有PR 或者加拿大 活照 基本上其實是不准入境 全部都不能入境 我相信很多國家 尤其現在香港 開始變得嚴重 其他地方 現在大陸都不讓香港人去 所以香港人幾慘 你又不帶K 的話 也挺難的 也挺難的 是